因为这门课是初阶课程 所以理论上我们会从函数到VBA 那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至少让你知道函数该怎么用的技巧 OK 不是说你要把它背起来 很多我觉得很多人以前 大部分学函数都是死背的 然后怎么用不知道 OK 那我希望是透过这个课程 至少你要能够熟练的去使用它 用理解代替死背 OK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从函数的逻辑 慢慢再转为到VBA的设计部分 那当然在VBA里面最重要就是两个东西 一个叫Sub OK 上个礼拜我们有用聚集录制 它会产生Sub OK 那另外有一个叫制定函数叫Function Function的话呢 我们上礼拜好像还没讲到 OK 所以今天会讲到 如何制定那个Function 那那个Function 其实用起来就跟我们一般 那个内建那个函数一样 反正跳出一个画面嘛 先你填上什么东西 填完之后 它会把结果帮你丢回到那个储存格 OK 你就做完了 好 那要怎么做 另外的话还有录制聚集 OK 那上一拜特别强调 其实录制聚集 我觉得有几个重 第一个你要彩排 你要很清楚说你的流程 你的步骤 OK 而且不能录一些不应该录的东西 还有那个快速键的使用很重要 因为有的人只用滑鼠这样 那你现在拉是这个范围 那下一次怎么办 下一次又增加了 那你下一次再录吗 不是 所以一定要怎么 记得Ctrl Shift向下 或者Ctrl Shift向右再向下 那这个好处是说 如果你范围会变动的话 那你这样录制方式 以后用也OK 不会因为这样的关系 而要重新录制聚集 不过录制聚集 其实说真的 是VPA一个很大的特色 因为其他语言没有这种东西 没有说我帮你录下写一点程式 没有其他语言像拍着没有 你就要自己写 OK 但是呢 你还是要懂的一些修改的技巧 因为其实如果以后 只是靠录制聚集 我看也只是暂时性的 最长远的还是你要了解 你到底录了什么 OK 然后最好是能够修改 也就是你有些功能 可能就是部分不会写 没关系你用录的 那部分你会写 那你就自己修改一下 OK 这可能是为了你们需要去思考的 而且就熟练的 那我后面会举一些例子给各位 那你大概就知道一些诀窍 因为真的像这种课程 八次上课要能够 什么都讲 就非常彻底 恐怕有困难 像这种东西 工作上面可能历练好几年都不见得熟 OK 那我们八次你说我 我尽量 但是不可能 完完全全 我很想要请郎相受 但是时间有限 OK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你们自己花时间 所以我把它录下来回去自己看 其他有像重要的技巧 表单的设计等等 这个下一次会讲 那上个星期的重点回顾一下 问卷我调查过 然后大概知道大家的程度 然后我这般程度又比之前来的更好一些些 所以我可能会讲的又稍微快一点点 那另外我提到一个函数叫Test函数 这个函数非常的重要 OK 因为很多事情 如果你不会Test函数 很多东西是做不出来的 那另外的话怎么录制 还有就是学会的叫Sale物件 因为这个你要控制 那个Sale里面任何动作都必须要透过 那个物件去控制你要做的动作 比如说你要跑回圈 有没有 配合比如说那个储存格要丢什么东西给他 你就丢到哪一个储存格 然后他就会自动把资料放到里面 像我们上礼拜就有讲到一个复回圈 然后呢并且把什么呢 储存格里面丢公式 OK大概是这样 那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 然后请各位把那个练习题 反正你回去的话练习就这个这些 然后有些我有讲到 你就跟着 如果没有讲到你也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上这些题目 那云端上都有对应的解答 你们可以到云端白板里面找到 有没有他这边基本上都有对应的那个 一个有没有就是这个每一个资料夹 每一个名称 那你可以在里面找到 这个的答案就在这边 所以你就对照一下 这个蓝色的啦 那绿色实际上你可以 把它拿来下载一下 也可以拿来当范例档 那答案就在这边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 主要是针对这一题 所以你一样把这个这一题打开来 那我们大概就是讲了怎么样把那个 三个栏位是要串接成一个栏位 比如说09多少 然后把它串在里面有一些重点 包括REPT LEN 还有另外一个MID 这个MID可能请各位自己练习一下 这个函数也非常重要 因为理论上我们大部分遇到就是 我希望那个资料不是储存格里面所有的 而是说我要那个储存格里面的部分资料 放到另外一个储存格里面去 OK 有时候你要产生报表的时候 那刚好你要的资料刚好 那个另外一个储存格的某部分 那你可能就需要用到MID OK 那启用编辑一下 另外特别是打开这个时候 上面有个叫启用内容 记得启用内容这个一定要 一定要点下去 否则你的VBA无法执行 这个地方请特别注意 因为之前有同学 没有点这个 你去点击任何东西 他都不能work 像上个礼拜我们比如说 做东西你就按下去 奇怪他怎么跳出一个跟你讲说 他没办法用 为什么 因为你没按他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OK 那我把它按确定 这个启用之后的话 上个礼拜我们有录制聚集 像这边这个录制聚集 先清除 不过清除 可能我之前上面那个没有把它 那再把它加下来 因为上面好像原来本来有两列 把它清掉了 所以那个位置变的话 恐怕假设你要在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有错 上面本来有两列 所以如果变动的话 基本上你们假设 以后如果说要修改 修改什么 修改这个程式的话 那你可以有个方法 我的习惯是直接针对这个按钮 它有按右键之后 有个指定聚集 那比如说我刚刚那个范围错 我可以重新编辑 这个编辑就会跳出什么 跳出它对应的VBA程式 跳一下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应该在后面 你会发现它的程式在这边 那如果说我变动 你想说为什么会错误呢 其实你会发现 有没有 这个本来我之前录的时候在一式 有没有 可是问题我把上面两列删掉 那如果说你假设 你不要重录 不然的话你可能就要重新再来过 那怎么办 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改什么 一式改多少 对啊 改一二不就好 OK 这样子 意思是说把游标放在这 本来放这边 然后向下选取 再按Delete 那现在是什么 把游标放在一二 向下 那试试看好了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游标放这个sub里面 然后按上面的执行 它这边会帮你run一下 我的习惯是VBA 可以把它缩小一点点 放旁边 这样的好处是你一run 它马上看得到 OK 记得你不要像同学 有些这样按run 按下去 有没有 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挡到了 怎么办 你还要再移开才看得到 所以我的习惯 就是先把它拉过来 有没有 这样的话呢 是一个小诀窍 OK 书上也没讲 那这是个人习惯问题 你就把它执行看 执行的话就这样 这个等同按按钮 不见了 按等于你就改好 会很困难吗 我觉得还好吧 但前提是你要愿意去看它 OK 你要去了解 每一行每一行到底什么意思 这每一个每一个都是有意思的哦 如果你以后熟悉它的话 你就会写出很多变化 答案都在这边 OK 要不要花时间 当然要啊 你不花时间怎么做得出来 一样的道理 上面 你执行等于按按钮 奇怪怎么跑到这边 很简单嘛 把什么 把14 改成12嘛 对不对 然后你看 我再把它清除 哎 哎 我这个地方因为这边空的 所以我先手动一下 因为它变成说 它游标呢 放在这边 然后感受向下的时候 它就卡住了 OK 那如果我再跑一次 那这边的话呢 理论上 这样再做一次 向下 Auto field 这边错了 这边为什么错 有没有看到 1 因为范围我现在改到1 有没有 1 1 2 哎 那另外这边应该是101才对吧 为什么 因为少两列吧 OK 那你现在这样 刚刚跟你讲错了 就是这一行对不对 那你把它改了 所以再弄一下 OK 也OK了 有没有 所以有时候 以后你遇到问题啊 你就要稍微 就是不用紧张 稍微看一下哪里错 有时候就改完 就OK了 所以你这边有没有上一半录制 现在 OK 可以弄了 也就是如果你换了 比如说上面两列删掉 那没关系 你又改一下就OK 所以 如果你是拿我云端上的程式来贴的话 也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因为有时候 刚好之前我们的 练习上面是有这两列 有没有 那录完之后就把它删掉 它删掉变少两列 OK 好 另外的话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 就是前面这个是用录制的 后面我们有提到什么 丢公式 就是丢过来这边 有没有 OK 清楚 那这个的话呢 你会发现丢进来是一个公式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当然就是我们把之前做的这个公式 把它直接贴到sales 就是这个储存格的后面 底下全面要做的话就跑个回圈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按右键指定聚集 你可以再编辑 它又跳出来了 其实城市没几行 基本上就三行 外面一定是个回圈 回圈的意思是说 从哪一列 从第二列 到哪一列 到101列 做什么呢 这个I意思说 sales哪一个储存格 它是先列 再燃 所以你会发现 有没有 前面这个是第二列到101列 然后后面这个是哪一燃 然后我丢什么东西呢 把那个公式丢到这边来 那有两个地方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 如果这个公式里面有双引号 你要把它变两个 我讲过用取代的 还记得吧 那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这个列号 它本来是2 这边也是2 但是如果你直接就贴 它变全部都2 那你要变什么 把这个2改成I 所以这就两个技巧 如果这两个技巧你OK的话 那结果就OK了 清楚的话就是把公式 后面加成那个双以后 OK就把它执行清楚 如果字太小了 我建议你可以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里面 把它改成12号字按确定就好了 字就放到 不要小小的这样伤眼睛 OK就这样把它直接 OK 另外的话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就是后面这三个 比如说我今天丢公式 看到这是公式 有没有 清楚那另外一个方法 丢过来的东西 请各位看一下 刚刚看到的公式 现在的话看到的是什么 最后的结果 意思就是我先在VBA处理完 然后再把结果丢到这个储存锅里面 这怎么做 也不难 OK我待会说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自定函数 自定函数我刚刚提过 叫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因为我刚刚我这边有做了 所以你一定会在这边会多看到一个叫使用者定义 那这个使用者定义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就是当你在VBA里面有Function的时候才会出现 VBA里面的模组 模组里面有至少一个以上的Function 这个东西才会出现 所以你们现在应该是没有 OK 那我有是因为我有写 第二个的话呢 那你可以点选它 使用者定义 因为我里面有写两个Function 所以这两个Function都会列出来 那未来如果你有写很多个 它就会全部帮你列表 列到这边来 那这个Function其实就是量身定做 为你的工作量身定做出来制定函数 那我上个礼拜讲过 这个你把它按确定 它跳出来的话 它就会让你去选什么 选123 OK 理论上应该是跳出来 OK 我有时候它会遇到那种卡一下 OK没办 然后选这个给它 再选这个给它 再选这个123 一个罗伯 按确定 它会把什么呢 把最后的结果串接好之后 有没有 再帮你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去 就完成了一个Function的循环 它有点像一个Cycle OK 按确定 那就把结果丢到这边了 不过这个可能你要自己向下填满 因为这边没有写回圈 不像Sub 是直接就帮你全部跑完了 所以Sub有点像 它不跟你互动 反正我自己知道 你要叫我做什么资料在哪边 它自己帮你把它抓到 自己丢过来 它不会跟你互动 但是Function会跟你互动 而且你一定要跟它互动 如果你不跟它互动的话 你就做不出来 另外有一个Function是 插入函数有个手机范围 这个范围是用选的 选一个范围给它 过来的话也可以得到结果 你就把它向下填满 一样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OK 那待会的话 我们就要再把这个跟两个Function完成 OK 那请各位 试着把上个礼拜的这个范例打开来 然后把上个礼拜的重点稍微至少熟练 因为后面的课程都会在这些基础 慢慢向上增加一些困难度 所以如果你对这些东西假如不熟的话 我是建议你一定要再花时间 像这种东西其实真的很花时间 最重要的是你要打熟 而且记得程式很麻烦 一个字都不能错 好像常常同学就打做什么 像Sale Sale 少打S 奇怪了 OK 还有瓜糊后面是先列再来 只要你那个 还有斗点 有没有 斗点如果你有斗点把它打成点 那不对 它瓜糊也不能少 只要少一个地方都不行 所以写程式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一定要100分 这是相当麻烦的 所以其实 写程式写久了就会很多地方 每个地方你都要非常专注 OK 那不过这慢慢习惯了之后 我觉得应该也还好 就习惯 OK 试一下 需要记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 不用说每个地方 都刻意去背它 我觉得你慢慢习惯了 最重要的是要熟练它 试一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就是VBA的Sub 跟Function